第九届搜狐新闻马拉松 今日在澳门开跑 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秘书长王兴东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旅行社协会会长刘亚黄 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等嘉宾出席启动仪式 长期以来搜狐新闻马拉松坚持以跑遍中国跑遍世界的事业 寻找天下最美领线 通过全民跑步这项时尚健康的生活方式 与体育娱乐明星以及企业媒体行业名人一起开跑 先后跑过长白山天石 玉龙雪山 亚龙湾 青海湖 日月潭 以及日本等站点 搜狐新闻马拉松就是一种带动一批名人来跑步 然后用全天下对他们的关注来推动跑步运动健身运动 而且来去到每一个地方通过搜狐媒体平台和整个社交网络 来那个把一个天下的最美的路径路线都那个给大家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此次来到澳门 张朝阳写两岸四地的明星名人从澳门巴黎人起跑 经过澳门大学 妈祖文化村牌坊立之晚之后返回巴黎人终点 这其实都是运动都是要养成这个一个习惯 把它别当成一种锻炼 把它放在你的生活里面 很久以前有像叫过六岁的时候 六岁的时候 都很多年前了 就最近不要忙 没有什么运动 结果就跟大家伙一块 一边跑一边玩 一边那个观光 然后就忘了 忽然一下就过了五公里 然后就孙子就接着跑 反正就大家一块好玩 主要是 希望可以通过马拉松的形式宣传体育文化 新广大马拉松长跑爱好者来澳门旅游 并进一步促进澳门体育产业与澳门旅游业的深度融合